来一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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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是多不尊重对手的表情 对女的过得正然 我们要念口号 你们这队名字叫做 言之报表队 对对对对 归队归队归队 归队归队归队 何老师对你们跟我语的人 对啊 所以我 因为我们有静静本人呢 静静算我们的吉祥物 首先两个队长 来猜石头剪刀布 赢的那一队优先选择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派人出来石头剪刀布吗 可以 可以是吧 我们派出的是吴欣 小姐说他不玩石头剪刀 这么弱那我们就杜海涛吧 我还会稳赢的 反正都是他们沈阳明星会的 不分彼此 小姐小姐 石头剪刀布赢了 赢了吧 好 现在何老师对 优先选择 优先不一定好事 我们来看看第一轮的挑战 第一轮的挑战 名字叫做疯狂的对手 请看大屏幕 第一轮疯狂的对手 选项一 一分钟内 从整理箱内拿出锅铲 选项二 四十秒内将全部糖果 倒入玻璃盘 请选择 他有两个项目 有一个是有一个整理箱里面 肯定有很多叮叮当当的东西 然后里面有一个锅铲 你是不是都试过呀 要把锅铲拿出来 你是不是都试过呀 还有一个是四十秒钟之内 把那个糖果倒进锅里 怎么可能会让我试 经过讨论 静静组挑战选项一 一分钟内 从整理箱中取出锅铲 而他们疯狂的对手 将负责任意摆放锅碗瓢盆 掩盖锅铲 以增加静静组的挑战难度 本轮游戏 静静组派出静静本人参与挑战 而阿阿阿阿组 则派出锅铲然放置锅铲 看上去对锅碗瓢盆 十分熟练的锅宝 用飞快的速度完成了任务 好 OK 不需要三十秒钟 小伙 以前卖锅的吧 手法那么弦熟呢 是熟练的 我想竞技挑战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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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怪静静本人 选择于对方撕开糖果的数量 至于这个阻碍大姐的疯狂任务 则交给了静静组的杨杨 好 其他的人交代完毕之后请归座 你们真的很爱黎座耶 我不太相信一个卖锅的在这只会卖 哈哈哈 回到你的锅店 哈哈哈 导演说只能到只能这样到不能一颗颗拿好吗 遵守规矩啊好 来了 要到的 要到的 是的 好过分耶 对的呀 好 我想静静挑战开始 嘘 哈哈 哎呀 근� Planning 和我们说??? 四伤叭 Australian 啊 哦 那好庇气啊ượng 哈哈哈哈 哈啥 陈 왜냐하면 妳的手就要在那裡 小熊华姐也自己下了个套 缝口自己逼死了 那得不到 到了肯定会是 是对的 我觉得方法是对的 但是其实差点点 就是第一组疯狂的对手 没有任何一组 可以拿一分好不好 好 我们来把这个道具 对一下 炎火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第二轮疯狂的距离 学校一 一分钟内端起高脚杯 走到指定距离并放下 学校二 一分钟内 穿过S型独木桥 请选择 这样看两个题目都不难 这样看 肯定是难 但是就是 欣欣你有什么资格折回来 你在这个节目里面 不比我好多少 下一次就是你主持了 之前 舌头剪刀部获胜的竞竞队 率先选择挑战二 一分钟内 两名挑战者绑住腿 两人三足 穿越S型独木桥 这个独木桥上 可是飞机四伏 陷阱重重哦 夹子扁了 慢慢地活过来了 好样的 淘淘 你帮我们都做扁它就不像了 而晋静队派出的挑战搭档 则是萌系姐弟 陈一涵与杨阳 要记住秘诀就是 一步两步 一步两步 十分默契的两位小伙伴 到底能否挑战成功呢 我想静静挑战开始 噓 噓 噓 四步 晋静 从来 你们这边应该静 距离 把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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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摆了半个小时 不两步 不看 是这样 所以作为我 我在这儿 我旁边看得很清楚 我不认为这个挑战会成功 但我也没想到失败得那么快 陈奕涵并没有碰到独木桥 陈奕涵只是在那只鸡旁边 犹豫了一下 你不是我笑不去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了 你们可以试 但是就不能有成绩了 好吗 就是给你们玩一下吧 好吧 我们一定要先试 来 雷迪森 这位挑战开始 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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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哦 开直开直 成功了 成功了 杨阳这条腿就没有着过 全程是这样 然后陈一涵 就是你看 就是男铁管理 跟女铁管理在一起 这个项目就是应该 我跟杨阳 我们用身高一样的 对 非常遗憾 挑战失败 也不能几分 我们来看下一组的挑战 啊啊啊组本轮挑战 一分钟内三人接力 传递一盘叠放的高脚杯 考验小伙伴默契程度的 时刻来了 你们这主要拍三个人 你三男的吧 你三男的 哪有三个男的啊 娜姐哪有三个男的啊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沈阳的吧 沈阳明星会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我被淘汰了 换三个男的来说 我是男的 我觉得海涛放在前面 可能会出事不利 放在后面可能会晚节不保 放在中间可能会腰折 放在中间可能会腰折 那你又让我下来玩 好了好了好了 来可以吗 这样的位置可以了吗 你还好 你有下来玩的机会 我连玩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不是沈阳人 我想静静挑战开始 嘘 好 我来自宅 这个 你 我来自宅 太棒了 为你们骄傲 本场第一个成功 第一次成功 这两个项目 不应该在同一个级别里面 为什么 我觉得那个走木桥好容易 你来 可以独木桥在上面 独木桥上面 端盘子 我们这边可以做到的 我们还可以骑着自行车 可以 对方脸上 那个队长的脸上挂不住了 好 顺利了 好 我们给你们这一对加一分 好 好 明天扑上了朋友们 再次我们鼓起热力的掌声 第三轮 疯狂的合作 一分钟内 因此配合完成一轮飞盘经历 选项一 大号飞盘 选项二 小号飞盘 请选择 我觉得这都不像飞盘 是盆子 好 我们这边卖锅 专业卖锅十几年 那他就不能参加这个比赛 好吧 不行不行 后来改行了 后来没干了这个 之前干过这个 你说你现在职业是什么 卖杯子的 悲剧 绝对是卖杯子的 好 大飞盘还是小飞盘 我觉得 你要大的吗 大小的容易 小的不好接是不是 我们小的轻 因为你 你没有很容易用 小的轻 我不敢相信 吴欣一直在给一些 貌似专业的意见 本身他是游戏 他是负责军事 我们来重放一下 上次 吴欣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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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挑战项目 在十字板的四格内 各安排一位队员 一分钟内 四位队员要依序 从隔板顶端扔飞盘接力 每队两次挑战机会 尽管吴欣的建议听起来 并不靠谱 但是信心十足的静静队 还是听他的意见 选择了挑战大盘子 对此导演只能说 呃 祝你们好运 这一关过了 加两分 耶 大飞盘 意味着如果 他们对方队没赢的话 你们加两分就是超过他们 对吧 目前为止你们输一分 如果胜利你们都一分 请你回味 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做得好 我都干不下去 你下个 你太干倒了 你是交集吗 你的rap我真要是够棒 你是交集吗 我想请你回味 你是交集吗 静静组排兵布置如下 活力十足的杨阳负责第一棒 第二棒是经验丰富的何老师 第三棒则是少女心十足的续情 至于第四棒吗 他最后收官的是 好 吴欣 太好了 欣欣收官 这官是收不了了 现在 收声 请回味 我想静静挑战开始 嘘 嘘 嘘 哎呦 挑战失败 干啥呢 请你回味 静静组 第一次挑战 吃饭 卡在何老师这儿了 请你回味 何老师是朋友 问你出现在哪里 何老师没扔过去是吗 对 但是你是没扔过去 但是秦姐很努力的在那边接 我看秦姐的那边 好 我想静静挑战第二次开始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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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很放心 我一直都很放心 记得我上去讲的话嘛 由无形收官 漂亮 可是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归归 温讯 每次那个盘子一到我这儿 它就会变形 你知道这些主持 这个位置是怎么获得的吗 我不知道 就是玩得差 应该下次就是你主持了 有一种预感 强烈的预感 下棋是你主持 要这样下去 我是不是永远也轮不到主持了 对 你最好离开这个环节 好了 心情本人不喜欢你 私人永远产生了 黄黄姐姐要玩啊 我坐在这里 你坐这儿 你们不用挑战了 你们赢了 人都不想 对方队长 请你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 同意 说我什么心态不好 刚才是谁在我们要挑战的时候 在旁边说rap 然后被交警骂回去了 我不是交警 对不起 对不起 别挡着我今天我不是交警 想一个人 谁来收官呢 我扛不住这个压力 你收官 这个事可大可小 海涛收 海涛收 阿阿阿组 第一位挑战者是花哨小导游 郑爽 第二位是令人担忧的海涛 在第三位 则是派上了队长谢娜 而收官的任务 则交给了看上去很有把握的景博然 究竟他们能否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屏息以待 我想静静交警版挑战开始 可以吗 可以吗 快 这个小孩根本就没有声音 你知道爽末之后来的生活多紧张吗 他开始做了一个假动作 这事没人管了 他只是丢起了一块腰 我在这边 他不是